全国疫情三级警戒降到二级之后 新庄万里办公处三家运用了LED的电子看板 24小时是不打烊加强防疫宣导事项 领导就表示勤洗手和戴口罩 还有市长采买等防疫的宣导动作 希望提醒民众就算疫情有减缓 防疫行为还是不能放松哦 全台疫情警戒虽然已经降到二级 但是新庄万里办公处前的这座LED电子看板 24小时不打烊刊登资讯内容 包括勤洗手及戴口罩 还有市长采买等等防疫的宣导事项 有些里长希望提醒行经这条路段的民众 就算是疫情稍有趋缓 防疫行动千万不能够放松 我们这条巷子87巷有通到市长 所以往来的人潮很多 然后我们做这个跑马灯 往来他们都会看 也提醒他们做好防疫的措施 路过的黎明看到电子看板 不断宣导防疫重点事项 也拿起手机录影拍照下来 他说要带回家告诉亲人 一起做好防疫的工作 尤其对游秀莲里长的贴心宣导 赞许有加 让来往的里面都能够看得到不论是我们 湾南里的还是过路的 他们都会看了他们会提醒自己 一次就买多一点 尽量少到市场去 才避免群聚 此外里长也说明 因为里办公处前的这条巷道 正好直通道市为传统市场 然而三级警戒降到二级之后 他要呼吁李明到市场采买 一次购足就快离开 才能够避免降低群聚感染的机会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